布立基隆医院精神科临床心理师示范 把穿戴式的新仪器夹住自愿示范者的左右手腕附近 连接上笔电型的仪器就可以透过数据分析 检测是否有自律神经失调的问题 精神科也展示照片指出 民国113年5月9号开始 精神科门诊就开始接受民众挂号检测 以及心理咨询检测的地点进行布置 让民众躺着接受仪器检测 精神科就医的原因是因为 基本上精神科的医师或是心理师 我们基本上受过这样的训练 其实我们很快我们可以意识到说 这个病人他可能卡在哪里 比如说他的压力是哪里啊 或是他可能是哪里有问题 我们就可以给他一些帮助 那如果真的很严重的话 我们还是会建议可能要有一些药物的帮助 由于有不少的民众总觉得大病没有 不过毛病不断是什么原因呢 卫福部基隆医院精神科临床心理师指出 当不舒服的症状持续 而且经过检查都没有问题时 就可以怀疑是否为自律神经失调 基隆医院精神科就引进穿戴式的新仪器 用非轻物性的方式检测分析心律变异率 HRV来确认是否有自律神经失调的问题 我们刚刚讲的HRV这个东西 它可能会随着你的压力 随着你现在的状况 它可能会有很大的变化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做一次 就是知道你当下 我这个时间我当下我的状态是什么 那如果你比较想要知道 你自己整体的状况 或是长期以来 你自己的发展是什么的话 我们基本上会建议定期的检查 那这个定期大概是多长 基本上如果你是一般检查的话 大概半年 半年 对 三个月到半年 如果找出来有失调 也没有太紧张 我们刚刚讲了嘛 每个人都可能失调嘛 对不对 好 那可是即使你有失调的状况 其实透过我们找到你的压力 或是了解你的因应方法 其实我就可以给予一些建议 所以在我们医院的这个检测里面 它不是只有单检测而已 检测是 我们会请你先就是了解你的症状 我们会做检测 检测完 我们心理师 我们就会把你的状况告诉你 然后我们会去跟你谈 就是说 那你最近的状况是什么 你有没有什么压力 或是当下 我们可能可以给你一些建议 不管是在生活的习惯上 在各个方面 你可以回去先做一些什么 看有没有一些改善 所以我们不是只有做检查而已 因为实际上做检查 其实就是你那时候的状态 或是你那个压力状态下面的状态 可是它其实它可能会随着改变 所以应该是说 就是说 因为有时候自律神经 它会 它会 我们其实人会有自己平衡的一个机制 所以其实有时候你因为这些压力 造成你的身体不舒服 可是或许压力也消除之后 你的这些身体自己的自然调节的反应之后 会让你的症状其实是缓解的 可是当你发现你这个症状其实持续很久 都是在一个不舒服的状态下的时候 其实如果说这个其实我们会担心 其实是生理问题所造成的机会 其实是比较大的 所以我才会建议说 其实在这个状态下 我们还是先去做一些身体方面的检查 确认说 这个真的不是生理问题所造成的 这已经太吸引了 对 对 临床心理师也表示 民众也可以利用 日本东邦大学名誉教授 医学博士 检井莫春设计的 自律神经检测量表 回答表格里面设定的各题目 初步自我判断 是否有自律神经失调的问题 如果有超过实体以上 跟自己感受相同或是类似 就要随时注意自己的身心状况 到医院进行相关检查 寻求医疗协助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